我不知道我在三省的時候 我申請了大法庭的統一見解 到底結果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三省就判下來了 然後媒體已經都知道了 所以我說蔡英文的司法改革是放屁嘛 蔡英文說她強調人權 那我很多的朋友都說 我是不是得罪了當局 那我敢說啊 如果以調查同仲宴的標準來 調查蔡英文的假論文 蔡英文要被關幾年 所以 我們還涉論什麼 所謂的司法改革 所謂的人權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彭P 也有跟我聯絡 他一直跟我講說 啊董我覺得對你很抱歉 所以他包括聯絡張正律師 李政華律師 因為李政華律師 是我同鄉 那我們本來就認識 他也是個民主素養 理想情操很高的一位大律師 那他特別請我去找李政華律師 我們也聊了 那李政華律師就說 彭文正 彭P都覺得對你很不好意思 不應該邀你一起打論文門的 我說 只要同仲宴是自由生了一天 我就繼續打論文門 我只有一句話 以調查同仲宴的標準來調查蔡英文的論文門 那蔡英文你還避論說你顧什麼人權 你要做什麼司法改革 而且蔡英文就是無情無欲的人嘛 你看他怎麼樣對 對這個陳水扁 陳水扁怎麼提拔他 他到現在特色的陳水扁沒有 為什麼在美國的獨派團體要募資 請蔡英文為了講論文事件來下台 我們都是曾經挺過蔡英文的人 那他是批評不得的嗎 他有為 所有的 深綠的民眾 說他特色陳水扁講過一句話 他有 為我們這些人在司法上 得到不對等的待遇 所謂的不符比例原則 然後法律法條適用有原則的原則有問題的 他有說過一句話嗎 他今天 好吧 你所謂的司法改革這個大法庭統一見解 你要做的是什麼 真的做了嗎 接下來的國民法官 真的會做到嗎 那今年1月4號公布的新知憲法法庭 好我現在我就來試試看 如果連我這種案子你再繼續打回來 那我覺得是玩假的 只要是你的政敵 就不共戴顛之仇嗎 這不是我自己講的 是幾乎所有的朋友給我的一個反應 所以對我自己的心情是很平靜的 但是對於公理跟正義 我們是絕不退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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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絕不退縮的